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我們來看一百八十一粒 我們裡面說王 有嗎? 以前就說 發王、發祖在祖宅 正一切發祖宅在地 這個王就是如來應救 領得一切發 為祖 甚至是在十八戒中 會做偉大的尊者 世尊 所以我們請為發王 但是他一切祖宅 這樣我們請為發王 所以祖就是做這祖 我們眾生不能做祖 第一,我們的生命不能做祖 對吧? 收靈到時候要結束就結束了 不能做祖 有時候菩薩還有祖宅 那些就不能做祖 怎麼祖宅呢? 出世後 本來他年後 給他再經過出世 受到威團的一種影響 受到環境的影響 還要他變成 這個叫祖宅 但是這個祖宅 就是說佛道可以做祖 本身可以做祖 他不可以做祖 他不可以做祖 他各種的事件 他都本身可以做祖 所以佛可以轉一切發 再來一切發 隨佛轉 所以比較清為發祖 因為佛轉有他心痛 這個爪子 要用心理給他補行 它非常簡單 它可以做祖 它可以做祖 他可以做祖 要用心理給他 他可以做祖 所以佛就說一切發 如 有一切發 不得清醒 比煩惱所欺負 這樣的人 接不靈為發祖發狼 所以這個發祖發狼 不是親菜公共的 現在 印度、辣媽 很多發狼 對嗎? 那是親菜公共的 你聽不懂? 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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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這句話 不是說 有一個受刑者 譬如說 要跟青少人 阿 辣媽那邊 發王 或是要叫台發書 那時候我們不要這樣說 這樣說比較 比較 他只說他沒有意 不過文字上 這樣嚇出來 人家會說話 聽不懂? 這點就是 要注意到 譬如說 發王、發祖 這個就是 一般的眾生 不能清醒 所以不能清醒 它都給煩惱 敵掉了 那麼 一切發祖在地 這樣叫佛地 客家清為 潘山 這個叫做 客帥為 報索 這樣 這個是民相 這幾種 是一種 像說 民善的清風 但是發心 有兩種疑 第一 要發心說 就是一切清醒 一切清醒 清為發心 如果要不清醒 如果要不清醒 那個發心的 敵敵 不可以 大家有幾種 但是敵敵 最清醒的發改 那個就是什麼? 最清醒的發改 就是 台灣 驚 在普遍 這樣 這樣 比較是最清醒的發改 我們人家那個如來中 大家很固定的 萬萬古種 所以有 有 一切公的 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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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獰 獰 這個叫做煩惱 所以我們人心定不下去 心不定 但是到佛尊 以下的定格 以下的定格就是 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叫無名削就是 真美色 那個 真美色那個 那個就是無古蹟的 那個如來中的現現 但如果已經都正真 有煩惱 有脅飾 有優勞 都已經正真 所以現出來那個 那個在佛尊裡面說 叫做發改 也叫做地公骨狀 地府的骨狀 發生的骨狀 發生的骨狀 所以那個現就是這個 那個現 現 所以現在在說現 現 現 所以發生 有 就是 敵發所生的心 因為這個敵代表結佩的意思 代表結佩 所以也叫做公敵主 叫做發生 公敵主是叫做地府骨狀 圓圓的意思 主導為公敵 度他也是公敵 我們知道齁 所以 禮北 禮姓 一切公敵 這禮北就是叫做煩惱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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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以前說的素素就是要說這個 墨性依靜,反映依律,所俗依伴不受效益 這個就是素素,就是如來應定政革 可以親像以前所說的 原政三個代理盤 就是已經完成完成了 完成了解決到完成了解決到完成了 但是所以他認真正做代書諸奉 什麼叫做代書諸奉? 就是說佛道在代仗中 就叫煙法,但是無所謂 名字比較叫做俗諸奉 佛道在中生代仗中叫煙法一切法 但是他沒有怕人說什麼 這個就是含那句俗諸奉為同意思 這樣叫做俗諸奉 像是歳家好這樣 因為歳家好起來 那個萬雷都會威嚇 就是其他的動物都會威嚇 所以佛尊在眼所頭的中間 其他寫無多多 還是二生、小生都可以威嚇 這個叫俗諸奉 所以他可以輸諸奉 他可以說 五生以前 我的環境移立 我應該做已經頒 我不能再有效益 效益就說 他後面的一個更像輪轉 還有煩惱 那麼這個佛道有說到 這個就是一切苦情 苦情別的苦 好,已經盡 那麼一切濕斷 這個濕著就濕 做濕不濕 濕著就濕 但是他不再再做濕 好 第三就是說 一切就已經收 但我現在再跟主委說一下 今天你要 我們大家 我們大家一定要注重八政党 好 如果沒有注重八政党 所以我告訴你 你再安裝就不會完整 所以我們去倒閉 就是要抵到政党 倒閉 因為你有政党 就有政司委 但是會去政 要政議政立 政党 這一定要鼓掌 因為今天 對抵八政党 對抵八政党 所以我們今天對抵八政党 如果沒有說 如果你問 香港不說 真怎會不成將 離開八政党 经常不成 Wand 所以起點 這個政党政司委 這個就是要 kulathlon 利基正党政党 多要靜党就著軍輸い 但是我現在要輕輕時 blood 每一面 depending 中國人去清聖 它都說 跌停跌停,懸殊念心,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有人去跟我們教育 有人去跟我們演說,讓我們聽,我們要跌停跌停 路線實在下去聽,很注意聽 但是不是只有注意聽而已,懸殊念,就說你還要思議 所以這兩項叫做文書 你不是說有再聽,沒有再聽,甚至再聽下去 這樣不行 所以現在就是說,你今天怎麼有收? 文書收,最初你一定要叫法政道行 這個叫做道義收 有,境界收的法政道有去收 那麼一切別政的數數萬元,別就是這個別 所以數數萬元就是説頭上五星依靜 反映依靈,收藏依靶,不許許許有這個 這才說,三抵是佛內政的公頂 就是說,佛這抵,該佛這抵到發神抵 這個佛得內政的公頂 已經標示過了,所以就算算,五星依靜 這個星另外,因為這個星五星就有抵 所以這個抵就代表生別,生死 這個生死會抵 但是已經靜,就是沒有再生死了 但是,因為這個 是故,世尊伊宿主奉 有,有有了義,一向既算 那麼這個佛法 會這個法 那麼這段是要說了義 不然我們就了解這個法 裡面有一個不了義 有一個了義 有一個不可算的法 有一個不可算的法 不不可算的法 這就是佛版細全畫本 那麼這個了義 那麼這個就是空意 空的意 因為這個意義 這個意義和意 了意 還會說一下 因為這個了意義 這個就是大乘究竟 那麼這個不了意 這個就是八萬四成法的減秀 不過減秀這個是 眾生有這個又不理 慢慢怎麼加起來 所以這個有附帶在一切八萬四成法 但是這個了意法 這個就是用這個空意 把眾生碎片 還有一個叫做不可算法 那麼這個又比較適合 這個不可算法是比較適合 這個不可算法是比較適合 先用佛道黏法 那邊沒有說什麼 聽到齁 那個不說齁 但是在三宗裡面 每一個三宗的法書 他應機和眾生提示 都沒有說到半個月 那個叫做不可算法 我們知道齁 那個就是看究竟了啦 不過那個不是說 那個不是 可以說那個不是假的 那個不是假的 那個叫做心心最暈 輸廢倒廢 因心印心的 那這樣了解不 那個就不一樣了 那個是不可算法 如果這樣 你一支火起來 人站在那裡就要笑 他們兩個沒有說話 那個叫做不可算法 但是這句話 就是說 世春一時如風 他有了意一向計算 他的重要是說這個了意的法 就是總結如來的究竟 所以那個究竟法 就是了意法 你知道嗎 究竟的法 就是那個了意的法 所以在裡面 譬如說這本 為無結竟 講到這裡嘛 他這樣慢慢慢慢 這些都是文字普現的 這個叫做了意法 但是這個了意法 就是要因得我們 成就未來 佛世春的這個基本法 那麼 那麼 為四佛 才可以一向 輕盈 做這個了意 鐵鐵的算算 這樣 為有佛道 那 那 說是無二十多的 那 那個頂到佛十多的 那 但是 怎麼呢 每一個世代 每一個世代 譬如說 第一佛 第二佛 第三佛 第三佛 第四佛 當然呢 這個佛出世了 這個了意的法 都總是由 當世的佛尊說的 因為怎麼 世代在交替 這個佛法 由健康 又變成佛法 會變成佛法 相佛變成佛法 佛法之後 再增加佛法 再佛言 就說 再一生的佛起來 他又說出來 所以 這個就是 這句話說的意思就是 有佛 佛得 他才會說這個 但是這個佛陀 他做論 他怎麼可以符合 可以符合 但是他還要配合 那些佛 那個了意法 會是改善的 譬如說 這個佛良修菩薩 他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這個論 代替道論 這個就是去改善 那個佛法律 魔歐佛法律 代替道論就是在說明這樣 但是這個魔歐佛法律 最究竟 最修仙 就是佛得說的 這個叫做了意法 但是 代替道論 這是在配上 就是去改善 那個魔歐佛法律 代替道論 代替道論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 在說 才可以輕定 做這個了意 鐵底的算算 這樣 那麼阿勒漢 阿勒漢 因為他這句說 這句 頭上這四句 他說阿勒漢 他怎麼這樣說 他說阿勒漢 他也可以說 陌生依臣 阿勒漢 因為他不用生病 但是他也說 他已經反映到清淨 清淨 清淨 聽說 他的極性 也是已經空了 沒有對待法 但是他應該做的 本身應該做 他也已經做了 他是為主心做的 但是佛得是為眾生做的 所以佛得說做一般 跟阿勒漢說做一般 是能為主 阿勒漢說做一般 就是他主心應該做 他受完整 但是佛得應該做 他受完整 但是佛得應該做完整 這樣 所以這裏裡不是說 其心 它是消分而已 它是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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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了解 它還是不了解 人 所以阿勒漢就是 他受性體 要主修 要獨生其心 它就可以完成個人的解決 所以阿勒漢那個法 是按照佛得的方便 刷下去收起來 所以我們這個 政府制度裡面有說到 他剛才走三百猶順 但是後面還有兩百猶順 他不走 所以這個就是 他本身不了解 所以他要說了解 法不可能 這樣了解 所以文書要解釋 但是上來有公明就是 二生的三書 和四書是沒有究竟 這是頭前說過 這姓萬夫人都說過 這還要反對頭前 但是四書的究竟 它就是根本在無名主題裡面 斷到不斷 這樣 這個無名就是 無名主題 那個關係 但是不斷無名主題 有變異的生死 還有行殺的煩惱 這個行殺的無量的煩惱 還沒有咕咀一切廣頂 所以斷無名主題 之後 就可以完成 變異 沒有變異的生死了 但是斷過和行殺上 就是無量的煩惱 才可以抵抵一切廣頂 這是頭前說的那句話 頭前那句就說 如是一切煩惱 最煩惱 斷 還有行殺上 如來 所謂的一切煩惱 通膽無改 一切廣頂 齁 這句話就說到這樣 齁 那麼再來喔 無名主題 是所謂中 因為這個中 有煩惱中和所謂中 齁 煩惱中要斷也要到 求競齁 所謂中斷齁 所謂中斷齁 所謂中斷 所謂中就能斷了 因為一切煩惱 無聲嘛 那是針法 針法那位就是有所謂中 正無聲法 就是斷所謂中 你知道齁 所以這個聖文學家 所謂的不無量無地 他們有斷沒問題 但是他們沒有無量 不過還又有接中 所以那個就是還又有無地 所以他處呢 日明、日性 就是說日性的性人 雖然我們入性來說 不過他沒有究竟 所以日性學者 他非性人不可 他們本身沒有究竟 所以他們不能無性人 我有跟他們入貫 下禮婚 和一些在靜宿 還有下禮婚 一天 在聽咪的菩薩 跟我們佛尊兩個在淡婉 等會兒呢 他們就自己想說 他們兩個人 這位 大姓人 這位 他們都聽不懂 所以這個夏禮婚 自己比較懲悔 雖然 我們 夏禮婚 如果說這四個月 雖然 五星 以前反映 他立 所謂一般不需要 但是為什麼 我們無法做人 發呆心來做中心 為什麼 未來婦 跟現在婦 跟說的話 我們都聽不懂 所以夏禮婚 就在那裡開始發生 參與 夏禮婚本身就成人 成人說 真正是不如佛頭 夏禮婚的地位 第一 他聽到佛頭說一句話 他可以改 改很多 這個 主要那句話 在那裡開始 開始 開始 不然他可以開始七天 開始不完 一直說 一直說 那句話 相關的奔同義 他都可以說 所以佛頭 不稱讚夏禮婚 地位 但是他就自己感覺了 我 我們雖然 我們已經成就 個人的解決 但是我們 跟佛頭 還有差 天然之變 所以主要一定要了解 要了解 不可以說 落在個人 解決就好 這樣沒對 下面這段禮 這段禮 就是要開始 台瀟生 兩條的禮婚 現在來 這個 聖萬夫人 他又叫一聲 聖尊 不受 休 地 有兩種 不受休休 因為這四股 這四股的 這四股的 尾巴股叫做 不受休休 那麼這個 不受休休的地 有兩種 那麼 理性 有生死的 補位 就說 理性的聖人 驚兄 生死 驚兄 有生有死 所以 他的宿地 是方便說的 所以現在 是方便 結尾 究竟 比較活 日生 要入一生 之前說的 宿地 就是說 四種 五生以前 反映一念 所作一般不受休休 這個 請是 不受休休 就是說 日生的聖人 不受休休 就是說 真一切煩惱 就是說 煩惱以前的意思 煩惱以前 但是 真一切 受生 功能為例 就是說 煩惱以前 有未來 生死的問題 這樣 反乎 有生死 反乎 如果是 萬里 康執 就沒有生死 但是要萬里康執 一定要受 百姓德 這樣就沒有生死 所以這句 這句 講 真一切 受生的 功能為例 所以 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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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說兩個 二生還是生死 大生的生死 就是 解共輔軍 有祖生死 可以知道 他不受休休 這個在我文化心 我文化心裡面 後面 就說 自己實在 自己本身已經解离了 我文化心 以前有說到 戒定規、改團和改團地権 那個改團地権 依照戒定規收到個人可以改團 那個改團就是第四條 但是後來真正知道 改團地権就說 本身自己真正落實改團了 那麼現在裡面說這樣 他已經知道究竟的改團就不適合 但是不適合的地有兩種 不適合的地有兩種 這裡裡面說如來地跟二生地 我先跟你說這個如來地 就是一切中地的台灣行地 這個是如來地 這個是二生沒有的 那麼這個二生有一切地 這個台下先跟我們說 但是他教育才開始看什麼 因為這個一切地說 第一切法的空地 那麼一切中地 除了第一切法的空地 以外 還可以第一切法的偏差 這個就是一切中地 所以一切中地台灣行地 這個為有佛尊有 你知道嗎? 那麽裏面說 為如來 以無上調義行復數目 出一切世間 為一切中生之所尖用 這不思議發生 有一切逆嚴地 這無來發自在 無上境無所作 無所在地 無所在地 不留有他不受許有地 會遜出方 不受許有地 會遜出方 遜出方 這樣 這就是聖萬夫人 他會堅改和透露 在意見出來 那麽他頭前所改遜 就是說 生來明定 如來不受許有地 看生做怎樣 現在要說 因為他頭前 他說 不受許有地 有兩種 那麽這個就說 如來他無上調義 可以行復數目 這有這句話 第一句 無上調義 調義 但是這個調義 這個清楚 鴨妹 還是鴨腸 他的性情 人哩 人哩 人哩就是復哩的意思 那個脾氣真復色 鴨妹本來就這樣 愛經過 調佛家訓練 但是我們現在來瞭解 我們這個人哩 這關性情 人哩 我們有夠多人 那就是 鼻気 博射 閉嘴 就起性地的那種人 聽到齁 那麽這個呢 那麽這個呢 我們有時候 有時候發怒民間說 有哪對 但是那個不能跟他說 那個性情 人哩 聽到齁 聽到齁 那麽這個呢 我們中心也是要經過 教 那個 經過 教學 分練才能夠教義 教義是什麽 教義 比如說 鴨子 那他 他家奔 他家奔 也奔 那時候 那時候 應該要 騎 買一個人 還是說 塞買車的人 這兩條鴨子 就要搖 比如說 這奴子 叫他拚 這是拚 這拚 叫拚 如果他已經 到很旁邊去 走到很旁邊去 他又再拚 那個叫咬去,像我們塞車的人發閃閃就一樣意思。 所以那個塞車的人叫咬塞嘛,咬塞。 我們知道齁。 眾生的煩惱,就是說非常勃勒的。 那麼這句煩惱是叫探親戚。 探親戚,因為這個不是只叫探親戚。 煩惱是包括探親戚。 需要衣服來收視,才可以在韓國上。 所以今天輔導第一點就跟我們教, 又破到密中第一點就跟我們教。 那個湯要對地就是一定要保持嘛。 聽到齁。 那麼親戚,他對地就是那個什麼呢?那個心情嘛。 對吧? 那麼這個癡,要可以來對地就是地匯嘛。 所以這個財道破到密中間齁。 合戒是主導。 就好齁。 但是這個數量齁,開始多湯。 我怎麼教我們才報仇愛醫理應當事。 齁,所以乎得,需要經過乎乎的收視。 但是明理之後,你一定要收。 你如果沒有收,健貪不審。 聽到沒有? 親戚心也在了,也是無視無視。 所以這個文書修。 第一,答文。 第二,思維。 思維就是優劣。 優劣灌下去這樣。 為什麼優劣灌下去呢? 譬如說,我們今天去對文書, 用這個佛法當作一個東西。 要用這個佛法, 比較在想自己這樣。 所以優劣灌下去。 不可能。 這樣比較會先出地公喔。 如果沒有,不可能。 那個地公就是地匪開發, 會更這樣。 所以頭前一定要保持, 視界, 入獄, 靜靜,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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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就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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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就是靜靜。 靜就是靜靜。 一定要這樣喔。 靜。 靜沒事沒事呢? 料到垃圾了。 靜精,靜不平。 靜得上鏡頭。 那大壓的鬼神。 不修改的鬼神。 現在就是那青agon心。 靜七神的青agon心。 然後就是那個座苔。 所以你說, 如果你就沒有人做人可以4個人 Pedic一个困難。 個人怎麼變剪圓很困難。 你自己生活好ệ reaction嗎? 我跟你說,人家要分担很快喔 第一,生理不健全,第二,有些生理影響出來 這樣,你說要分担很快喔 所以一定要自己好好變成,但是只要別人跟我們變成 你知道嗎? 所以在裡面說,一定要依佛法修期 但是你要面對佛法如何?一定要面對佛法 你如果沒有變成佛法修期,你是叫做夢修 一定要禁錮不斷 所以今天我告訴你一個徹底 你如果要看,最好看經的本經最好 這實在的事情 有時候主概,如果是非症理性的主概還會偏差 所以最後你如果是經文看出來最好 都沒有偏差,但是還會偏差 因為這個本經有出現少許 不然就是經的出現少許 經的出現少許 經的出現有一個本經的出現少許 但是論和經它還會偏差 它還會偏差 因為論有時候是佛法說的,有時候在台地下的 台地下的有時候出現有的,它又會偏差 而經所謂的所謂又會偏差 所以你今天也要偏差 要真的偏差 要真的偏差 你如果有本書 最好是看經 經文在裡面,就去貼匯 但是 要可以看經 直接看護是較少的人 你知道嗎?較少 所以我們今天為由蔡主 蔡主就是這個 金生金世看護到的台地 就是蔡主是他的主解 這樣下去大家的共同研究 但蔡主的主解 他除了苗粉接以外 所以你知道嗎?還有一套叫做法律接 好嗎?你知道嗎?還有一套叫做法律接 但是當然,這個在主修、斷煩惱 這個方便的切,他的主解我們在立託 但託之後呢? 主委,託之後 我現在已經有準備太肥大書 因為太肥大書 就是英尊德書的老書 他們的一個系列 我們來近代的台地 這樣來看 其他當然,我們有主解得很好 我們不便說 不過這樣,我們來看 來研究 可能偏差也很微笑 還有一點 第一,教育的人 你是不是有痴癡 第二,聽見的人有實在嗎? 這樣來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佛法 先了解什麼叫佛法? 完事的佛法和根本佛法 你一定要先分清楚 但你叫佛法 就是佛法和威懾 這點你先看出來 這兩點一定要先看 譬如說 魅力菩薩有做五種 和威懾有相關的論 你也可以去出來看 自己在看怎麼沒關係 那麽根本論 就是那個儒客 蘇底論 從這裡去找 不過你就要很用功 法度 那個 威懾的 威懾學裡面的論角經 真的不好看 當然你如果有基礎 來看就比較接近 比較看得出來 所以你要找根本佛法 和完事佛法 再來 大生的兩條路 發折空 和發生幼 這個你一定要先做 這樣要來入法比較多 但是你從你入法之後 要再按照佛法修齊 文書修 這樣才可以逛復一切煩惱 因為眾生第一要改團 一定要斷獨煩惱 這是最基本的道理 一定要斷獨煩惱 就是斷獨貪心區 和相關的這個什麼 根本煩惱 到二十種的事煩惱 這你一定要斷 你如果沒有斷 絕對沒有可能 達到未來 徹底的解脫 因為那個解脫就是 韓福嘛 韓福和解脫是相關 韓福和解脫是相關 再來 在生者的調理煩惱中 佛就是無雙的調理者 所以佛就在十分中 叫做調理大夫 調理中夫嘛 有嗎? 有這句話嗎? 他不可以 告白他本身的煩惱 調理他自己的煩惱 甚至可以幫助眾生 讓我們怎麼可以調理 所以佛主人請做調理中夫 你知道嗎? 所以佛主人可以煩惱 一直到究竟 這個叫做調 幽靈調理師 幽為調理師 他想法跟我們調理 所以佛主人可以告發財主 告發財主 這個叫做調福他 其實煩惱、調理 這是第一個需要的工作 第一需要的工作 你如果是煩惱的譚信 甚至你沒有調理起來 你受不幸 我沒有騙你 說一句話 收三十歲了 不負責一邊的大煩 大煩惱 整個公帝忍就收了 了解 你了解嗎? 無兵費 起一個 三十歲的收興的公帝 所維積的思想公帝 不負責一邊的大煩惱 這樣三十年就改消去 那些公帝都沒有去 這樣看你喜歡調福不必調福 你自己想 所以你不懂說 有啦我有這個希望 不死去浪費 衝天 還是有問題 你知道嗎? 也不能再不死去 不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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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懂? 如果經常常忙 你貼貼下去 拜佛 不死去 那如果在那個 改怎麼會收 哪有不收 這樣不行 他們改一定要 骨折 可不可以 比較不可以 比較不去情信 不便 鐵鐵參會 那個 萬事的不便 才可以成功 你來注意這點 一定要鐵鐵參會 現在來 所以他可以教育煩惱 所以他可以教育煩惱在一切各方 這個各方的貴心繁殖意思 那麼這個 所以他本身可以仿佛素魔 那麼這個素魔就叫做煩惱魔 煩惱魔就是眾生心中的魔 每一個人都有 就是什麼? 將來一切公正的善煩 那麼這個煩惱魔就是譚心虛 所以人有譚心虛 會接我們的公的責 想看 品質都貧勞熄 有譚心虛就是品質貧勞熄 聽到嗎? 第二,我有魔就是眾生優勞心 那個叫做食生生生生 那個就是台北、台德所 都會関連到這個不精 所以這個叫做魔 食就是神虛 我跟五所 這個叫做生 但是感受後 會受 去出各種的生 又在行 又在色 那裡面再講 不是說過了 所以有神虛 就有記憶 比較凌亂的困難 所以有心就有記憶 很煩惱 有這個神虛就有很煩惱 這是必然的 我跟我說 我跟妳講 一個感受 一個感受 一個感受就很接 感受一項 就有百種的輸入 會不會? 我跟妳講很強 你南昌進去試試看 有一個讓妳不如意的 妳感覺這樣不很方便 我跟妳講 妳就有百種的生活 那些腦亂的心就開了 就是怎樣 我們自己本身沒有定力 今天才會這樣 那麼第三就是 思夢 怎麼叫做思夢 思的怎麼叫做夢 比如說今天我們已經發心要受傷 但是咧 因為他們沒有成功了 沒有成功了 還有 讓善法不可以成就 但是已經往生了 對他走去 因為種生死壓力 什麼時候生 什麼時候死 反正未死生 性死死 我說這樣妳就知道 某某白白一個感冒 就聰明了 但是那個就沒辦法 那是她的生命 她的生命 生命 看是幾十歲 十歲 二十歲 三十歲 四十歲 有的人開始問負團 想說我現在要好好修 有啦 十個幸福 已經在起點就是在進行 那樣 沒了 幾天就去了 那叫做思夢 有時候發態心 聽到嗎 那個死去 不能達成 他就死去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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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法度的問題 我現在跟他講 一個 今天 你若是抓一個點 抓的出來 死有怎麼沒關係 因為會延續進化 死有怎麼沒關係 因為你會隨那個 延續進化不得轉 自己提醒去 這個還沒辦法 但是種生真的沒辦法 每一個種生 多數 萬分的人 現在來說 學服的人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百分之九十九以上 百分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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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辦法 所以今天 最重要 無論你多幾年都沒關係 十年,再給你多十年、五年、八年 你這十年、五年、八年齁 你要把學生命 所以這個經典裡面有一句提示 當作你一個月就要死起來 你要怎麼留念 這一個月你要怎麼留念 這樣 你這一個月如果是徹底留念齁 我告訴你 什麼事都沒關係 那時候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什麼呢 一個堅固 今天你如果是有個 已經決心 人家說世間很難處理齁 我做好事很難處理 我決心要搞清楚 我決心要搞清楚 我決心要大家都會解決一下 齁 如果今天你來的黨 百會條 好,我來去證明 我選擇一個證明 我要死死來 那個人繼續來 那個人選擇出來 怎麼知道 因為這個就是很好的成分 你一定要選擇這條路 如果說你今天有爸 說沒關係 我不用去證明 我不用去證明 我昨天要找這個地方建立菩薩 那個法大心去告訴你 就是一年會希望 你這一年建立不順 我不配你 我怎麼建立不順 那個黏力很強烈 因為人有種水黏氣 聽到沒有? 你黏黏不忘記住 我告訴你 你絕對不會再下去 黏黏不忘記住 由那個黏力 把你牽著你本身的心 就是你死去 一個月又死去 你怎麼在三部世界 中心出生在人間裡 我才一代成發下去 進修 那個人也不推轉 所以這是很強烈的黏力 人的黨 如果沒有呢 好,來去當時 到天 和未來復結一個圓 未來復糧或三個月 之後 開法安地 我就圓食菩薩症了 這個人是一個最特等的工作 如果說是誰呢 如說是誰呢 如說是誰呢 如說是醫生 誰會告訴你 因為你說 我只要一個月就要死了 沒關係 我刺這個中間 看得到醫生不亂的面 他就一個月就要死了 你刺這個不努力好 不再地藥刺這個 你就在裡開始了 開始念到你醫生不亂這樣 不然這條路是走得正確 不過時間比較久 時間比較久 所以八奧一個正途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不然有時候發脾氣就脾氣 都很好 你知道嗎 八奧這條路線 如果八奧到就好 所以師母怎麼跟我們提議 如果八奧到就好 水黏力就去 完心就去 這個我們要說 師 我們要是一種大苦鬧的書 所以叫做母 苦鬧不是自己苦鬧而已 整個街道都苦鬧嘛 這是用凡夫來講的 如果是他菩薩 生死由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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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賓中法書 他也不幾歲五十幾歲就死了 但是他要王小春 他跟這個地主說 塔風有那個國土沒有復環 那麼我們這個中國有復環 他現在不再再來這裡 他要去塔風 這樣算是水深作用 賓中法書就這樣 他五十幾歲而已 那這樣我告訴你 都穩漏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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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些都沒關係啦 因為生死 是生死跟因緣的普遍嘛 但是 這個大乘法書 他不會感覺生死這樣 出生入死是全身的優惠啦 所以 我們裡面是假講這樣 反復的思謀 這是假講反復啦 不過應該大家看他開 死對我們沒有社會啦 身體不健全 換一個健全的來得不好 要再來換一個健全的 那麼就是這個天魔啦 因為這個天魔是 他說他化主在天 的這個天魔 這個天魔是 頭上三種魔 就將身自己 優勞的心心 所造成出來 因為頭上這個 煩惱魔還是自己的魔 第二 就是這個五恩魔是自己的問題 那麼第三師母就是 這個 玉天 那點 起回去嘛 煩惱跟五恩就是 心不健全 這樣 那麼這個第三條 這個就是 心不健全 聽到齁 心不健全 那麼這個 後邊這個 比較是外來的啦 外來也是有因素啦 但是有哪 不用擔心啦 因為煩惱 某些人 是一個大婆山的化身啦 聽到齁 要跟他 看你真的有個受傷 還沒有受傷啦 如果沒有受傷 他幫你 幫你 幫你出局啦 出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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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局是幫救的事件嘛 聽到齁 他就說 要幫他摸這個大婆山 讓他更緊張 就佛道 這個是佛順齁 佛順是大婆山 現身的齁 要知道齁 記得齁 所以不用怕啦 人家說 考驗跟磨練嘛齁 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得到 所以現在這個現代說 佛已經斷一世煩惱 所以佛道已經 考驗煩惱嘛 再來 他已經斷發心 所以他考驗這個 五文的心 這個叫做考驗五文嘛 他清淨發心 無為上主 立到上路五情 所以這個 他已經考驗死嘛 他立到不懂什麼 心通主宰 已經可以考驗天嘛 所以這個 不怕不怕不怕 不怕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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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 你立一個堅定不理的錢 我死也不怕 看你佛順有辦法 我聽到嗎 佛順就沒有辦法了 你怕什麼 我今天為了 大眾來努力 你佛順要怎麼做你造賊 我幾個死而已 他聽到不 你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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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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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